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让我们今早来念 今早的宣章是在诗篇105篇 第一节到第四节 你们要征谢耶和华 求告他的名 在万名中传扬他的作为 要向他常识得耸 还能把一切勤奕的作为 要以他的圣名夸耀 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 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能力 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你们弟兄姐妹一起同心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女 感谢你的爱继续充满我们 感谢你保守我们平安 度过的一个星期 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来歌颂你 来敬拜你 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上帝 没有你配得敬拜和赞美 我们祈祝天父 祝福今天的聚会 以我们同在 也祝福我们的心灵 一切软弱都好比刚强 帮助我们能够更爱你 更敬畏你 更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踪你 帮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和变化 我们天天拓弃助人 天天穿上行人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美 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你 祝福的管道 成为多人的祝福 我们如此祷告 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的弟兄诗歌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接下来就是愿神信息 两首歌黏在一起 祝福 祝福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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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帮助从上月底的夜和花和来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上月底的夜和花和来 我的帮助从上月底的夜和花和来 他望向上月底的夜和花和来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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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means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也能赐给祂的爱情 愿生心情 是承抵慈善 将祂和祂的人 如愿吹伤 唯有一个 依然欢喜 在神殿间 造新快乐 我的满足 从何而来 我的满足 从何而来 我的满足 从到天里的夜 和我而来 我的满足 从何而来 我的满足 从何而来 我的满足 从到天里的夜 夜和华 而来 阿里路亚 我们的帮助 是从 创造宇宙万有的 夜和华 而来 阿里路亚 阿里 郡里帝我也心 额 额 额 颜 额 额 红火这里 风亚这里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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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郡里帝我也心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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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見 我 estar稍微 预 Joان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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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之皆 愿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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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 随即的问 我 额 额 我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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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嘴的他就不愿望 他就不愿望 一只只大传有男生 他就不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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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三嘴我 咱你陶人行 唱我文漫无为我 爱水的歌 唱歌的歌 祈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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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尉歌 唱歌的歌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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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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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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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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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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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上帝 你作者为王 让永永远连 你是我们的神 是我们所要依靠的神 永远在我们里面 帮助着我们 爱着我们 谢谢你上帝 谢谢你阿爸父 弟兄姐妹请坐 爱我们的神 我们何得很能 能够得到你这份爱 是你先爱我们 而教导我们 怎样爱我们自己 甚至我们的灵神 主没有人能够向你 教导着我们 通常我们都是爱自己 忽略了你的教导去爱别人 主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不能够没有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希望 给我们生命的主 给我们一次的一次的机会 主我们要永远 也让上帝 帮助着我们 永远 让我们的信心 不调动 我们知道我们 进入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 就动摇了 让上帝 你不多的在我们的心里面 帮助着我们 教导着我们 而有时我们觉得 这是自然而然 但在我们里面 哪来的自然而然 必定是上帝你的恩典 在我们的里面 你不断的祝福着我们 帮助着我们 让我们也知道 你并没有离弃我们 也没有撇上我们 永远是 在我们的里面 动工 而教导我们 怎样爱人 爱我们的上帝 也让我们能够成为 你的门徒 照你的脚步来行 主我们都愿意 跟随你 做你的门徒 但毕竟我们都是 软弱的孩子们 求主永远 不要让我们走偏 而永远走在你的路上 因你说 你的话语 是我们脚前的灯 我们路上的光 愿主你 将我们 照你的光 照着我们的路上 让我们一切都顺利 一切都是平安 主我们 谢谢你 谢谢你 而我们 在你里面 得到很大的祝福 很大的恩典 因上帝 你把你说 唯一的独生子 我们祝 耶稣 基督 为我们实在 实际家 流出的宝血 让我们得 释放 所以我们现在 要安静我们的心 借着我们今天 圣餐的日 我们自己来到你面前 忏悔 回答 主帮助着我们 让我们自己 也晓得怎么样解采 我们自己的心 在我们短短的一个星期里面 我们哪里做错 走错 说错 得罪人 得罪自己 主啊 神助我们 也得罪你 求主 大大的祝福着我们 让我们 认识我们自己 隐藏的罪恋 让我们 自己 向上帝来忏悔 师父 谢谢你 谢谢你帮助我们 认识我们自己 隐藏的罪恋 若我们不要把我们 隐藏的罪恋 求告证你 我们永远都被 罪孽来捆绑着我们 所以主 我们谢谢你的话 教导我们 每日都要来到你面前 跟你有一个好关系 有一个好的祝福在你里面 帮助着我们的脚步 让我们的脚步 永远都是诚意的 也让我们 能够为你作言 作歌官 也让我们 真正的能够 为主 而事奉 让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 我们每一个生命 都有自然 自己的故事在里面 也让我们的故事 能够做一个好见证 感动着人 在我们生命里面 都能够得到 帮助着别人 看到上帝 在我们的行为里面 主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不断地 帮助着我们 感动着我们 谢谢你 我们也把经常找的信实 也交托在你手中 愿主感动我们的讲员 我们的杨牧师 让他所要讲的 都是从你那儿得完 恩到他的嘴唇 也让他所讲的 都感动着我们 众弟兄姐妹 让我们清清楚楚 知道上帝 你对我们说话 要我们做的事情 主 我们谢谢你 也把我们的 让弟兄也交托 主 他现在在日本 今晚会回来 愿主也祝福着他 让他顺顺利利 平平安安的到我们新加坡 看顾着他 保守着他 也让我们的众弟兄姐妹 也献上于上帝 主 我们知道 在我们当中 也有很多软弱的弟兄姐妹 有生病的 有在医院的 有在家里的需要 主愿你的医治能力 在他们里面 放肆着他们 也不要把自己的痛 看得很重 而要看着 十字架 上帝所为我们做的一切 也让我们得到释放 也教导我们 嘴唇永远都是 能够感恩 能够祷告 为别人 为自己 为教会 为朋友 为亲戚 主这一切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 教导我们怎样来 为人 为人 祝我们 祝我们 谢谢你 祝我们 谢谢你在昨天 我们 庆祝国庆日 新奇我们 庆祝 五十周年 五十九周年的 国庆日 谢谢上帝 不断地看顾我们新加坡 愿上帝大大的再祝福我们新加坡 让我们的政府都能够把他们的心也打开 也能够接受你成为他们的去主 也让他们所做的都是上帝 你恩告着他们 你感动着他们 保守我们新加坡 带领我们新加坡 谢谢你 谢谢你不断地 一直地在我们里面 感动着我们 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好人徒 谢谢你 也谢谢上帝 所有留下的主导人 教我们怎样祷告 我们一起来面 我们在天上的福 愿人都尊以能力为胜 愿人的国降临 愿人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利用的礼仕 今日赐给我们 年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年人的债 不叫我们一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修的 因为国度全命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谢谢上帝 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神不全 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有没有新的朋友 没有啦 都是老朋友 因为我看我就知道 我们都是认识的朋友 我们也是欢迎你们 你们谢谢我们的主内牧师 等一下他会用上帝的话语 帮助我们 让我们听到上帝的声音 我们也招手说平安好吗 好吗 好 弟兄姐妹 记得上个星期 我们是做十一奉献的承诺 上个星期我们也有 帝兄姐妹 没有做到 因为你说 还没有祷告 今天我想问 有没有带你们的表格 有没有 还没有放头进的表格 你们有带来吗 有吗 如果有等一下 你们就可以 等领受圣餐的时候 也可以拿 投在那个箱里面 如果你们忘记 带你们的表格 可以举手看一下 谁还没有拿到 还没有 可以举手吗 全部有啦 哇很好喔 OK 如果你们已经 有了 你们写下了吗 甜的吗 甜的吗 还没有啊 谁不会甜 好 等一下我帮你 没有带 等一下 他没有带 等下 他没有带 等下 等下 你也要帮助他 OK 还有吗 OK 你们如果还没有写下 你们等一下可以写下 在领受圣餐的时候 就 可以 上来 同在那个箱里面 好 好 然后 我们就把时间 交给我们的 原弟兄来读经 然后我们邀请牧师来挣扎 谢谢 公主 一位姐妹 早上平安 平安 愿主你们同在 今天的经文是在十度新传第一章第八节 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稣撒冷 犹太全地和上玛利亚 直到地区 做我的见证 这是上帝的话语 谢谢上帝 把时间交给亚牧师的证道 知道吗 试试 弟兄姐妹好 那个国志不在 他就派我了 我是他的背后 他的后辈 不是他是我的后辈 开玩笑 我们都为他祷告 记得那时候在日本发生地震的时候 我就发简讯给他 因为他太太在日本 他跟我讲说 刚刚地震发生后 他的背地刚刚起飞 所以非常的安全 终于为他祷告 所以快点回到我们当中 今天讲的经文是来自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感谢我们弟兄弟为我们做 在我们预备心来听着上帝的话语 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 爱我们的上帝 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 若你不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没有什么 若我们有世界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财物 但没有你 我们就什么都没有 所以此刻 请你将你的圣灵浇灌我们 带领我们的心 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 也能够行出你的话语 以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弟兄姐妹在这八月份 我们就会在三个星期当中 讲不同的话题 话题都有关于传福音 很重要 因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当中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传福音 今天的话题是 来自使徒行传 有关于我们亲眼目睹 弟兄姐妹啊 我们在生命当中 在不同的状况当中 都会做见证 有时候是看到 汽车相撞 我们去做目击证人 有时候 有时候是我们自己 开车的时候被别人撞 那我们的车上面 有那个录影 我们就拿那个录影 去做我们的见证 有时候不是在这么 严重的状况 有时候在生命当中 是经历了某件事情 而我们去做检测 我也知道 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啊 有时候我们去看过医生啊 动过手术啊 或者是看到 教会当中弟兄姐妹 即将要动同样的手术 有时是割那个眼啊 因为老了嘛 眼睛有那个眼膜啊 眼角膜啊 要去割啊 我们做过 对不对 我们就知道怎样去 跟别人讲哦 你去割的时候不要怕 会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过几天就能这样这样这样 我可以拿中的东西 什么东西 我们就教他们做检测 这样 有时候不是为了开刀 或者看医生 有时候是自己经历了某件事情 就有如我啊 买保险 为什么讲保险呢 不是因为我卖保险 是因为把别人把保险卖给我啊 是我的 通常买保险的是家人的 很多时候 有时候会这样很害怕 亲戚变成卖保险的 你就很害怕 你要找别 但是这个不是害怕的状况 是我的表哥 他的太太那时候卖保险 那时候他知道我刚建立家庭 而我们没有保险 所以他教我们怎样如何给孩子买保险 因为孩子有时候会生病 要去看医生 有时候要住院 而那时候我就跟他买 那刚好买了之后 我儿子就要开刀 买完了几个月 儿子突然间发现有什么事情 必须要开刀 住院 哇 刚好买了 而那时候他也很好啊 因为亲戚嘛 都来看我儿子啊 然后给他住头等的房啊 很好啊 那时候经验很好 那我就跟别人讲说 以后你要为孩子买保险 找我的这个亲戚啊 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 而有时候呢 我们也不是因为什么特别的 购物的那个经验 有时候是吃东西的经验 大家有去欧南园吃炸鬼屌吗 我等一下我放那个照片给你们看哦 要是等一下下午有经过欧南园吃炸鬼屌 很好吃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经历过了 我吃过了 那我就跟大家讲 你在生命当中 你在生命当中 有为自己享受过的事情 向别人做见证吗 想一下啊 知道什么好的有跟别人讲吗 有啊一定有的了哦 或者经历什么事情 什么样的医疗的方式 然后有跟别人讲吗 啊 弟兄姐妹啊 耶稣好不好 好 耶稣真好哦 刚才你们也唱了 我被来欧罗 对哦 我要来来来来这样 告诉全世界 为什么耶稣好吗 经历好 为什么不要讲呢 有些人很奇怪哦 经历好吃的会跟别人讲 经历好的神 没有跟别人讲 这样这样 奇怪 见证很重要 因为要为别人知道 有一个学者 神学学者 叫奥特比 他讲了这句话 爱 是要上帝最好的临到他人身上 如果我说我爱你 但我让你我行我素 毁了自己的生命 这算爱你吗 不算 如果爱的话 要使上帝最好的临到他人身上 如果我们在乎我们的家人 我们要上帝最好的临到他们的身上 我们在乎我们的灵舍 周围的邻居 所有的朋友 我们要上帝最好的临到他们的身上 同样 我们在生命当中 必须要做事 每日的见证 因为我们对我们所信的神 有品质的信心 大家看啊 这就是那个 阿文公南园的插规条 有去过吗 没有啊 要经过的时候去找他哦 因为他为什么要贴很多报纸的那个见证 那为什么卖小幻会贴报纸的见证啊 他要告诉你他好吗 有时候他还会贴明星的照片 对不对 因为明星有来吃 就是一定是好吃的 哈哈哈哈 哎 耶稣比插规条还要好 你有跟别人讲吧 你有在你门外贴那个海报吧 耶稣今后 我试过了 我们在生命当中推荐了很多事情 但最重要的就是要推荐耶稣 以前传福音的方法就是讲说 我们去到不认识的弟兄姐妹 在街上认识的那种陌生人 告诉他们叫他们信主 这是以前七十多年代的方式 但现在已经是2024年了 有一点旧款式了 这个方式我们不做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的方式 现在的人他们在2024想会 想说我又不认识你 突然间一开口就叫我信耶稣 我怎么知道信的好不好 但要是我们在2024年 对我们所认识的人 周围的邻居 我们的家里的人 我们的亲戚告诉他们说耶稣好 他们会第一想说 这个亲戚 这个邻居我可以信任吗 要是你是那种邻居每天 在晚上都去泼水在人家的门口 他会信你吗 不会啊 因为你不是好的邻居 所以第一点你要做好的邻居先 要是你是那种亲戚啊 每天讲别人的闲言闲语的那种亲戚啊 然后你突然间跟他讲说我信耶稣 他会信你吗 他不会 所以你的见证很重要 见证不单只讲耶稣好 而你在每日所行的必须配合 我们讲的耶稣好是因为我们对他有信心 但在别人相信耶稣之前 他们必须要对我们有一点了解 也必须了解说我们所推荐的是为他们好的 而因为我们是好的邻居 好的亲戚 就有这个作者 他已经去世了 他叫李德森 他讲说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关于他在一年级上学的时候 那时候他因为身处在基督徒的家中 成长当中已经被父母亲教 教导说要信耶稣 他就有去教会 但他进小学的时候 他突然间发现小学当中 有其他的更大的孩子 会欺负更小的孩子 就有一个更大的孩子 二年级的叫做约翰 就常常打他 常常推他 常常欺负他 他是信主的儿童 他生为一年级 他就不知道要怎么做 他回家告诉母亲 母亲就告诉他 你要为约翰祷告 他去学校 他就祷告之后去学校 还是继续被约翰欺负 他就有一天无可忍 就打了约翰一拳 约翰掉在地上 他就整个爬到约翰的身上 告诉约翰讲说 你不要再欺负我了 就打他多一拳 然后约翰那时候就好像愣着 他就打他多一拳 你要讲说现在你信耶稣 他就打他多一拳 他就打到约翰讲说我信耶稣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他就回家很高兴 就是他妈妈讲说今天约翰信主了 但他没有跟他妈妈讲说他是打约翰三次打到他信主 弟兄姐妹哦 我希望你不是这样的去叫别人信主哦 你要做好的见证哦 因为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到四十二节 告诉我们讲说一起念好不好 听见约翰的话 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弟兄安德烈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 我们遇见以赛亚了 以赛亚就是基督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 耶稣看着他说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西法 西法看出来的就是彼得 这个故事当中告诉我们 耶稣去叫门徒跟从他的时候 前有两人 其中一位叫做安德烈 安德烈在福音当中不是很著名的哦 彼得大家都认识对不对 那安德烈常常他们叫他为彼得的弟弟 彼得的弟弟 就是这样了 好像人家认识的 就讲这是总统的儿子了 这个是总理的儿子了 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名字了 只是知道他们是谁的谁 所以他就叫做安德烈 但安德烈有一个特能 安德烈的特能就是他常常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他不会讲很多事情 他可能讲话不是非常的流利 但他知道一遇见困难的时候 就要把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就把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 而第一个人他把耶稣带到耶稣的面前的就是西蒙 他认识耶稣了 他刚认识一天而已 他可能对圣经不是很了解 可能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他就只是跟他的哥哥讲什么 他说我看见以赛了 我认识基督了 来吧 你可能不知道要讲什么 可能不会很厉害传福音 但你可以跟你的家人 跟你的邻居讲说 我信主了 信什么 不知道 来来来去教会先 去教会先 去教会先 去教会一起来 来听他们唱歌 一起来听他们讲 安德烈的求救热线 就是耶稣 在约翰福音六章八至九节 这么念 有一个门徒 就是西蒙彼得的弟兄 的安德烈 对耶稣说 在这里有一个孩童 带着五个大麦饼 两条鱼 只是分给这许多人 还算什么 这个故事就讲说 耶稣 实现奇迹 为了五千人的那个奇迹 耶稣 起初问门徒们说 你们可以喂这五千人吗 这门徒们全部都讲说 五千人那么多 叫他们回去自己 买自己的东西来吃吧 我们怎么喂他们呢 但安德烈 他不知道如何解决方法 但他只知道 带到耶稣的面前 就能有答案 他就告诉耶稣什么 这个有一个小男孩啊 他有五个大麦饼啊 两条鱼 这样可以做什么吗 你是否有这样的想法吗 生命当中遇见困难的时候 第一个找的是谁啊 找牧师吗 找木华吗 找国子吗 不一定能够达到答案的 我希望你们第一个找的人 就是找耶稣 对你们周围的弟兄姐妹 转左边转右边 讲说找耶稣先 所以每次木华讲说 祷告重要吗 你们要讲祷告重要 因为祷告就是先找耶稣 对不对 那是我们的第一个回应 就有如安德烈所做的 也一样先找耶稣 不会解决 并把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 就会有答案 圣经就教导我们讲说 耶稣就拿着这五个大麦饼 这两条鱼 献给天父的面前 感恩 感恩的时候 他拿下来后 就变成足够的位于五千鱼 你是否坚信耶稣能修理 我们在生命中一切的状况吗 若你相信的话 你是否愿意在生命当中 为他人建造桥梁 让那些人能够更进一步 来认识主耶稣的救赎 他能够解决他们生命中的困难 有一些人讲说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别人的问题 如何传福音 我要好像牧师这样 读旧乐 读新乐 读整个圣经很多次 才会回答人家的问题 要是没有这样的理解 我没有信心 给别人传福音 弟兄姐妹啊 我第一点要告诉大家 就是讲说 你不需要 会读整本圣经 或者了解圣经所有的故事 才能够传福音 起发课程的牧师 甘布尔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他在传福音当中的经验 他发觉讲说 没有一个人 是因为他所有的问题被解答了 他才想说 哦 我没有问题了 所以现在我要信耶稣 这位牧师说 他发觉在传福音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信念 愿意跨一步去相信 信耶稣之后 我们才得到生命当中 某一些的答案 但不会得到所有的答案 因为我问你 现在你身为基督徒 有些人很多年了 你有问题吗 有对圣经或者神学有所问题 疑问吗 一定有的 就连牧师 我做牧师二十多年了 我还在去搜索圣经 找寻答案 有一些事情我会发觉 发觉之后我就会去理解 理解之后我就会教导 很多弟兄姐妹啊 常常都喜欢在星期日的时候找我 牧师啊牧师 来坐下一下 我有问题要问你 每时候就是同样的姐妹问我 所以很好啊 我就是鼓励他们 因为他们要对上帝的圣经 有所要了解 但是弟兄姐妹啊 不用害怕 虽然你不知道所有的答案 但你愿意想说我不知道 我还不会回答 但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教会吗 可能牧师会 讲到今天会给你有所答案 有时候我们看了圣经 或者唱一首歌 有一句话在那首歌当中 可能会回答你的问题 而这样建造桥梁 一步一步使他们接近耶稣 你知道牧师是怎么样信主的吗 是别人的一句话 我那时候是在服兵役 最后一年掉出来的 那时候我就跟一个 我是中士 是三条线 我就跟一个下士 好像下士是两条线 就告诉他讲说 耶稣真的很好吗 他就讲说耶稣很好啊 跟我讲说你告诉我 讲说圣经哪一句 说耶稣很好 不要跟我讲说神是爱 这我听很多次 跟我讲别的 我就挑战他 他就打开圣经 告诉我讲说 马可福音 一章四十一节 我讲说讲什么 他就告诉我讲说 这一句 只一句 讲说耶稣动了慈心 摸了那麻布病的人 有人讲说我愿意被医治 我讲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是不是耶稣在展现他的神力啊 好像在炫耀啊 这个哪里说耶稣是爱 他就告诉我讲说 哎 你错了 耶稣可以医治那个受麻风病的人 他不需要摸他 他用嘴巴一讲被医治吧 他就会被医治 耶稣为什么去摸他的脸呢 因为在古时候 你一患麻风病 没有人敢摸你啊 你家人也不要牵你的手啊 住在同一个屋顶下也不可以 你被赶出去啊 所以患麻风病的人 是很多年没有人摸牵他们的手的 没有人敢摸他们的 自己家人也不能拥抱他们 耶稣为什么去摸他的脸呢 耶稣是要告诉他 我不但医治你的肉体 我也要医治你的心灵 没有人牵你的手的时候 我会牵你的手 没有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会跟你在一起 所有人离牵你的时候 我依然在你身旁 啥真啊 这一句话就是讲说 耶稣是爱 那我没有回应他 其实我在心中 我很感动 要流眼泪 但是不能在他面前哭啊 快点走掉 那一个星期六啊 被放出来的时候 我就去教会 一句话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要怎样回答 可能我们没有像那个下师这样流离 但我们为他人祷告 带他们来到教会 有时候可能在一句话当中 一个歌词当中 他们会被感动 所以在使徒新传一章 八里 刚刚我们弟兄们已经为我们念了 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念好不好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体 和撒冷利亚 直到我们一起做我们的见证 耶稣讲这句话 是在他升到天父的右手旁 坐在那里之前 他告诉使徒们 也不单是告诉使徒们 是读为他告诉教会 就是讲说你我 他也是这样说 要做他的什么 见证 在什么地方 在世界各地 他为什么讲这些地区呢 因为耶路撒冷是他们存在的地方 犹太全地是在他们周围的国家 撒马尼亚是在更远一方的国家 他讲说直到哪里 第五集 就讲说到全地 他讲说我们要做他的见证 这是教会的目的 有一些人信主之后 明天就死了 对不对 有一些我身为牧师 我会去医院为他们祷告 他们已经要最后一口气了 但那时候他们已经信主了 我就为他们在那里在医院洗礼 洗礼之后明天就回天国了 就死了 有一些人像我们这样 洗礼之后还在这里呢 没有明天回去 为什么呢 上帝要我们信主的原因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自己吗 第一点 可能要我们 要我们与他同在有永恒的生命 这是很好的 所以这是我们自己有那个福利 但第二点 他要我们信主 为什么 好让我们能够告诉别人 有一些人是没有这个机会的呢 他们信主是在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才信主 明天就回家了 不用工作的 我们是那种 信主之后还有很多气的 就每天在行走的 还有不懂几十年 上帝讲说 留你在地球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叫你做见者 你有做吗 你有告诉别人吗 使徒经传四章十三节讲说 他们见彼得 约翰的胆量 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起初耶稣所选的门徒啊 是没有读书的耶 没有成就的 是女夫啊 不用读神学院的 但是耶稣用那十一名 十一位 第十二位是犹大 犹大背叛耶稣之后自杀了 对不对 所以剩下十一名 他们没有成就的 他们没有读过书的 但他们信耶稣之后 看到他复活之后 他们有胆量 到处去宣教 到处去告诉别人 有关于耶稣的信息 而别人看到他们讲说 为什么他们讲话这么流烈 为什么他们讲这个故事 充满着信心呢 他们的这个学历来自哪里 没有读过书呢 为什么可能呢 哦 原来最后一句讲说 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有时候 你跟过某些人之后 就被他们影响 你的行为被他们教导 影响的时候 你就向他们 所以这些渔夫啊 这些门徒啊 他们讲话所做的 就有如耶稣一样 弟兄姐妹啊 你们每个礼拜天来是跟谁 跟耶稣吗 跟耶稣了之后 有像他一点吗 希望有一天啊 可能还没有变一百分啊 但是像他一点啊 每天每日要学他啦 跟他行走啊 越来越像他 我的老婆每次讲说 我第二个儿子最像我 不单脸像我 脾气也像我 所以他每次 他每次 不听妈妈的话的时候 妈妈都讲说是我的责任 要去劝服他 因为讲说是 他这样是因为你啊 从你家里的那边来的 你有像你的天父嘛 你有像你的耶稣嘛 你要成为耶稣的家人 对不对 你有像他吗 弟兄姐妹 若我们要去宣教 有如耶稣所讲的话 耶稣用捕捕鱼来做这个比喻 哦 要宣教如渔夫去捕鱼一样 捕鱼要出海的咧 不可以在岸边那边捕鱼的 要出海的 不可以一直坐在岸边的 现在大家有看奥林秉克 比赛吗 有看吗 新加坡拿那个铜牌啊 前几天啊 对不对 他们有时候有这种好像打篮球赛 你不看吗 他们有时候打打球的比赛啊 他们有时候会有暂停 暂停的时候教练会叫 所有的球员来来来来来来 他会跟他们讲 你等一下你攻击啊 但是你啊 你防守啊 你防守啊 你啊 你不择传球啊 就告诉每一个人他们的工作 而他们坐在那边的时候呢 之后他们就会打散 然后出去去攻击或者是防守 或者做他们的工作 教会也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也聚集在一起啊 有如现在啊 礼拜天 但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有讲战术吗 有讲说等一下去宣教 谁做什么吗 什么时候谁做什么招待吗 有谁做什么东西 有自己赞美的吗 或者敬拜的 有做什么 有讲 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开会的 我们是为理工会耶 为理工会最喜欢开会的 没有事情就开会了 什么事情都要解决 这些都要开会了 必要知道啊 以前他做领袖 我们没事就讲说开会开会 但是开会啊 但是我们要是一直开会 但没有出去出海 我们有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有传福音 我们有聚到人群当中 我们要入场 我们不单只能 只要谈战术 我们也要入场 进去游戏当中 打赢这场球赛 因为耶稣也要我们出海 因为鱼儿都在大海当中 我记得我在很多年前 也去做宣教的工作 在泰国里面做宣教的工作 就在山上做那种工作 来宣教给所有那些周围的弟兄姐妹 而他们都住在山上 还未认识主 他们相信的是想说 每一个树林 每一个不同的树木 每一个动物都有神灵在当中 他们不相信主 所以那时候我在那里 有几年做工作 虽然我的基地在新加坡 但我常常要飞上去 有一个宣教士住在非洲 他曾经被周围的人问说 你喜欢你所做的事情吗 他就告诉他周围的人讲说 其实你问我真话 我不喜欢住在非洲 又严认 有时候又没有家庭 我在欧洲那里的那种舒服的状况 但若我说我信耶稣 但那等于我只为耶稣 做我自己所喜欢的东西 我说若我信耶稣 那我只能做我喜欢的东西吗 若我说我信耶稣 那我一定要做那 有一些我也不喜欢做的事情 有时候因为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 你喜欢唱歌吗 上台在大家面前唱歌 他们说我害怕 上大家面前唱歌 我心惊胆跳 但我依然这样做 因为是没人做 我就上来做 要是你告诉我牧师啊 你喜欢上来讲道吗 二十年前我跟你讲说 我最讨厌上来 给大家面前讲道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在大众面前讲话 一对一应该OK啊 几百个人我不喜欢 但我们只为耶稣做 我们自己所喜欢做的事情吗 鱼儿到底在哪 若需出海 你愿意出海吗 使徒行传八章一节这么说 从这日子 耶路撒冷的教会大招逼迫 除了使徒们以外 门徒都分站在犹太 和撒曼里亚各处 什么事情发生呢 教会没有听耶稣的指示啊 耶稣告诉他们 你要去做见证 但他们全部没有啊 只留在耶路撒冷 没有出去 他们不听他的话 因为舒服嘛 在耶路撒冷 而因此 上帝就使周围的人逼迫教会 不让他们信耶稣 反对他们聚集 而他们就一直被打散 没有办法在那里拘留 就到周围的犹太 耶路撒冷 又觉得撒马利亚的地方 我渴望啊 我们不是那种不听上帝的指示的教会 现在我们在新加坡 我们能够自由的敬拜 对不对 对 因为能够自由的敬拜 我们就要必须听从上帝的话 去宣教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 有一天就连在新加坡的教会 也会被逼迫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要分散到各国到地 我要结束了 我讲这最后一个故事 亨利马丁是一位学者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 身为大学生 就不只单单二十岁的时候 就已经在数学的方面 大大有成就 做了很多事情 而得到了很多的奖 就连数学最高的奖 他在二十岁 他就已经拿到了 如果你去搜索他的名 他写了很多句 但他那时候 虽然有成就 但没有满足感 他就祷告 告诉上帝讲说 让我的生命为你照耀 被你点燃 他就决定在二十四岁的时候 四年以后 去到印度做宣教士 而在七年当中 因为他是很聪明的人 他会数学很厉害 他就去学不同的语言 而就把新月翻译为 印度的不同的方言 还有不同的波西国家的语言 这是他写的 从英语变成这样 他就成为上帝的 所使用 所采用的工具 来做学教的工作 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像他 可能我们对语言会有问题 要翻译都很难 但我们所能尽能力 就是告诉我们中文的弟兄姐妹 有关于上帝的信息 你想一想 现在在心中 弟兄姐妹 上帝有在你周围放了一位 还未信主的亲戚 还未信主的邻居吗 如果可能的话 上帝会可能要以采用你 做他的见证 传达他的福音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耶稣 我们祈求你带领我们 用你的生命里教灌我们 教导他如何做你的见证 在我们周围的人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邻居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在工作的地方的 那个工友的周围当中 好让我们能够照耀你的光 好让他们能够了解说 信耶稣真好 而在生命当中 能有所改变 而因此能够传达你的福音 一直到世界地级 我们了解说 当耶稣告诉我们讲说 如果要传达你的福音到世界地级的时候 他看的不单单只是一个人 因为一个人不能完成这样的大事 他看着是你教会的每一个人 而若我们都齐心合力 听从耶稣的指示 你的福音一定能够散发到世界的地级 以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一起站立来读 《使徒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圣子 因这圣灵的帝 统统统统 统统尼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 被逼在十字架 受死埋葬 将在阴间 彼拉上面从死人中复活 圣殿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我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灵 我信圣得同志教委 我信圣土相同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圣地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请坐 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啊 当我们预备新来领受圣餐的时候 我们要看着一路上的字 有歌吗 没有歌 来我们去 等一下 是现在吗 不对啊 不要紧我们放去那个圣餐的邀请文 大家看着一路上的字 请在回音的部分 是不同颜色的 那时候你们要回音 我们在主基督 我们的主基督 邀请所有爱他的 就是真实悔罪 并寻求疑人 敬爱和睦的人 来到他的身座前 因此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认罪 也彼此认罪 大家一起念好不好 主基督的上帝 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尽心尽爱你 我们还不是完全顺服的教会 我们没有照你的旨意行 干犯了你的律法 违抗了你的爱 我们没有爱我们的灵神 也听不见缺乏者的呼声 主地赦免我们 赦免我们 使我们乐意顺服 靠我们的天主耶稣 一顿祈求 Amen 我们在心中诺导 记得想说耶稣看透了我们的心 祂了解我们的罪 若你真是为罪 祂会原谅 请听这好消息 当我们还是罪人时 基督已为我们死 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你们的罪赦免了 请回应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你的罪赦免了 荣耀归于上帝 Amen 愿主与你们同在 你们的心当仰望主 我们的心当仰望主 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 因此我们和你地上的万民 以及所有天上的慧众 一同称颂尊奉 尊奉主有荣耀的圣灵 常常赞美主说 圣灾圣灾圣灾 能力以威严的大倔债 天地充满你的荣耀 高高在上和散 供主您来的 是您当成熟的 高高在上和散 你是至圣的 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应当成熟的 记得他的受苦受死 以复活的心理 你建立了你的教会 并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与死亡的困索 你又记着随意圣灵 以我们立了新约 主耶稣在献上自己的生的那一夜 他拿起笔来 向你注写 剥开递给门徒们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无此行 为的事记得我 凡后他又拿起杯 向你注写 递给门徒们说 你们都要喝 因为这杯是我立了新约的学 为你们众人免罪留的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得我 因此我们记得你在耶稣基督里 大能的作为 我们要在赞美与感谢中 献上自己 作为圣洁的活鸡 以基督为我们献上的记役和 共同宣告信仰的奥秘 一起念 基督曾经死了 基督已经复活 基督必要再来 愿你的圣灵此刻将冠我们 也恩高所共性能兵与杯 到我们领受时 就如领受基督的身体与保血 使我们因基督保血的救赎 在世人面前成了基督的身体 求你记得你的灵 使我们以基督合一 我们也彼此合一 并且以合一的心服侍世人 直到基督最后得胜向你 我们以他共享天上的设宴 全能的父母记得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并在圣教会中的圣灵 所有权柄亦荣耀都归于你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弟兄姐妹所信耶稣的 都能够跟着招待的指示 来到面前来领受圣诚 阿们 我们感谢你 你与我们同在 在生命的困难当中 我们不单一人 但你与我们在一起 而你带领着我们的手 牵引我们走出生命的低谷 让我们能够照耀你的光 让其他人也知道 当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 也能够来到耶稣的命中 他是我们的救者 我是我们的救死主 以耶稣基督的命中 阿们 示范了 今天的回应诗歌 献上感恩你 他就会想用 父亲 坤 你 你 彩队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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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申全能胜因他 指甲骨神之主耶稣 基督献上 大根的心会给 指甲骨神之主耶稣 基督献上 主耶稣基督献上 基督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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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感谢上帝了 过去的这个星期四我们已经达到67个人 真的是很感谢上帝 那天我们大概有整整五 我看有七八个新来的朋友 我们真的是感谢上帝 而我们欢迎一兄姐妹 如果你们在家里还是有老人家 或者是你们的邻社自己住 或者是在家里没有事情做 也把他们带来我们的原因 因为你是会帮助他们 特别是如果他们是老人家自己住 我们更加要看顾着他们 所以欢迎弟兄姐妹 虽然我们有这样多的人来把我们的圆异格 但是我们仍然还是需要人来帮助 这样多人我们怎样能够照顾到每个人 而且我们知道在圆异格 那些人进来我们的教会 他们其实是会辛苦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他们报告 所以如果你们有意来参谋 或者你们想我要做上帝的现圣人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会让你们能够讲见证 我们有很多机会的 因为很多都是被信徒 而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不只要跟他们传福音 我们也要为他们带导 求上帝帮助着他们 感动着他们的心 所以欢迎弟兄姐妹 如果你们也是退休人一人 好像我们这样 好像我 我退休很多年了 我们一直在来帮助 来钢榜走一走 我们圆异格 为他们祷告 所以如果你们想 想做见证 但是又不知道怎样做 来圆异格 有很多机会让你们去学习 跟随耶稣的脚步行 这些是有一点的我们的活动 没有变 我们每个星期都是唱歌 玩游戏 做轻松的运动 这是星期五的钟吧 是在早上十点钟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的联异格 轻松的运动不够记忆 你们可以来 这个很好可以跳舞的 这个两一次也可以来 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是有几位弟兄姐妹 参与这个森巴 所以欢迎你们 这个都是我们教会的活动来的 我们都是一个教会 我们没有分座 这个是华文部 这个是英文部 我们都欢迎 英文部欢迎我们华文部去参与他们 我们也是很欢迎英文部的弟兄姐妹 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其实我们都是一个教会 你们有没有注意 我们连一个也是有很多 英文部的弟兄姐妹在里面 帮助着我们 所以我们很感恩 这个就是祷告会 昨天是星期五的 过去的星期五是星期五 国庆日我们是大流子 所以我们没有祷告会 但是这个来临星期五 我们有祷告会 所以我要问你们 以前我很喜欢问你们 都祷告重不重要 但是牧师跟我讲 应该问你们是 你们爱上帝吗 爱吗 爱 那为什么会要来祷告 你看我们祷告 祷告会 我们只有 有时十八个 最多我们是二十个 但是我们当中 也是七八十个 都不到一半 所以如果我们爱神 我们真的是要来祷告 为什么我们要祷告 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可以真正的可以看到 上帝的所为 而且如果我们说 我们不会 我不知道怎样做见证 不要也不知道 不知道怎样讲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取询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看到上帝的所为 因为我们一直在摇动上帝的手 所以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 等下三会过后 我们有差点招待 一样的日在地理课室 欢迎你们来参与 谢谢 我们来一斗祷告 我们要达受奉献 父神我们谢谢你 永远都是爱我们 永远都是帮助着我们 我们都是有福气的孩子们 因上帝已没有遗弃的我们 永远都是让我们得着 我们不会缺乏 因为上帝你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谢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 所得到的都是从你那而得来 现在愿上帝帮助着我们的心 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一部分献上一名 也愿上帝接纳我们的奉献 也让我们的奉献能够获大你的国度 也能够帮助更加需要的人 也能够帮助着我们的事工 谢谢你主 谢谢你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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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下如圣子 主耶稣基督 如今 软弱这一堂刚强 英雄这一场付出 都因为主已成就了 大师感恩 感恩 我们感恩 你一起来唱三首 祝天之下万国万民 其身赞悲不持生命 善为一体 同荣同尊 万有志愿 万福之本 阿们 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来做祝福祷告 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吗 我们进来为的是要敬拜 我们出去的时候 要必须继续跟随祂的话语 听从祂的话语 传达祂的福音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圣灵的感动 以及上帝的慈爱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到永永远远 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磨岛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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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